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12年国民基本教育新课纲 技术型高中水产群的课程纲要内容 本次将从新课纲改了什么 校定课程怎么做 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以及与一般科目的关联等四个面向 协助大家对技术型高中水产群课纲 有概略性的认识和了解 第一部分 我们先介绍12年国教新课纲改变了什么内容 12年国民基本教育自103学年度起实施 总纲易于103年11月公布 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群科课程纲要 则在107年12月底发布 并于108学年度正式实施 其能顺利推动新课纲 落实课程研修理念与课程目标 本次课程研修特色为 强化学生的基础专业技能 水产群课程设计 以对应职场需求之能力 新增技能领域课程 以培育不同科别学生的职场就业能力 此外 为建构学生的基础素养 新课纲配合专业知识 融入职业安全及卫生 职业伦理与道德 环保及劳动法令之内容 并在学习表现中增加核心素养之系统思考 创新应用 美感鉴赏 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及问题解决能力等 以含育学生社会责任及公民素养 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从99课纲到12年国教新课纲 可发现务实致用的专业技能 仍然为重要目标 更进一步强调 核心素养在教育目标的基础价值 因此水产群课纲 亦依询这样的理念 进行提纲窃领的规划 在新课纲规划里面 在内容及架构部分做了调整 包括一般科目国因数 可以适性分组 布定专业与实习课程加以修订 令新增技能领域 在校定课程方面 降低开班人数 引导开设跨班、跨科、跨群选修课程 增加弹性学习时间 丰富学生在专业能力及核心素养的培养 布定课程与校定课程 再加上弹性学习时间和团体活动 形成本次新课纲之技高课程架构 其中在布定群实习科目里 增加了科通用的技能领域 水产群群共同课程 专业科目共一个科目六个学分 实习科目共一个科目六个学分 合计十二学分 技高新课纲布定课程中 新增了技能领域的规划 而技能领域的形成 细把水产群里属性相近之科别 截取共同基础技能 所形成技能科目之组合 藉由技能领域里的共通课程 培育学生跨科别之共通基础技术能力 为了培养学生跨科之共通技术能力 水产群共规划七大技能领域 渔航、渔业、水域活动安全 观赏水族、经济水族、区域特色水族、海面养殖 其对应之实习科目及科别如表所示 渔业科及水产养殖科对应所有技能领域 由七领域中选择四领域开设 学生可跨科休息因应未来职场需求 新课纲相对于九九课纲 除了配合产业技术发展 对布定专业及实习科目进行检视调整外 更进一步规划新增了技能领域 每个技能领域都有二至三个科目的课程规划 水产群合计新增七个技能领域 共15个科目 水产群的群共同专业科目 保留水产钙药 专业食物科目调整为专业科目 在主题及学习内容上也有所增删 删除生态学钙药 将相关海洋生态 及水域生态课程融入各技能领域中实施 群共同实习科目部分 将水产生态药修改名称为水产生态食物 保留水产生态相关知识 增加实作课程内容 并删除栽培渔业 将相关知能融入各技能领域中实施 一鱼捞所需技能课程规划出鱼航技能领域 包含航海语实习 及海图作业实物两科目 共计十二学分 一鱼捞行为所需的航行技能 规划出鱼业技能领域 包含鱼据鱼发语实习 航海仪器实习两科目 共计十六学分 考量海上作业安全需求 规划出水域活动安全技能领域 包含专业海上安全实物 潜水实习两科目 共计六学分 一养殖观赏水族生物 所需技能课程规划出观赏水族技能领域 包含水质学实习 观赏水族养殖实习两个科目 共计十学分 一传统经济性水族养殖 所需的技能课程规划出 经济水族技能领域 包含饵料生物实习 经济性鱼虾养殖实习 共计十二学分 为发挥各地特色养殖之需求 规划出区域特色水族技能领域 包含区域特色水族养殖实习 水族营养饲料学与实习 水产增值专业实物 三个科目 共计十二学分 链接基础水产养殖业 及海洋渔业所需之基础海上安全 规划出海面养殖技能领域 包含基础海上安全食物 及水产增值基础食物两个科目 共计四学分 接下来是水产群各科的必修专业 及实习科目和学分数表 渔业科的课程规划 共有七个技能领域 学校应依科别属性 学校发展特色 至少则四个技能领域开设课程 继38学分 水产养殖科同渔业科 技能领域部分 在七个领域则四个技能领域 学校可依以下四个方式 选用布定科目之教材 一、国教院审定版 二、中央主管机关编定版 如果教署请相关群科中心编审之教材 三、讲诸出版业者编辑审定版 及四、经学校课发会审查 并决议通过后 使用的学校自编自选教材 新课纲翻转过去 以教师为主体的课程设计 强调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思维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发展的主轴 为了让学生适应现在的生活 面对未来的挑战 所以在课程教学上 要重视知识的运用 能力的增进 与学习态度的养成 核心素养分为三面九项 三面指的是自主行动 沟通互动及社会参与 九项是指三个面向下 所产生的具体内涵 为了让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因此强调情境的实际运用 以及跨领域与科技的整合 并在生活中实践 以培养学生成为务实致用之 终身学习者为目标 透过素养导向的教学活动及课程 可务实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既高学生之学习 一般科目同普高及纵高 对应领钢核心素养及学习能力 而专业及实习科目 则同时对应群核心素养和科专业能力 技术型高中学生的专业能力 需延伸到核心素养的实践 举例来说鱼类养殖就是只有专业能力的表现 如何正确使用饲料及药品 让消费者使用水产品时感到安心 就是具有核心素养的专业表现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水产群规划的群核心素养共有6项 各校之水产群科应参照群核心素养 科教育目标 专业属性与职场发展趋势等 研定科专业能力并进一步的规划校定课程 在12年国教新课纲中 各科目都有清楚名列学习表现 主题 学习内容 举水产盖药为例 学生在学完水产盖药后 会有6项的学习表现 而上课所需要的学习素材 即是主题及学习内容 第二部分 校定课程怎么做 水产群各科可依据学校特色 职场需求及学生生涯发展等 依其专业属性及职场发展趋势 研定各科的专业能力 与校定科目 约66至76学分内 发展与学生跨班自由选修之校定课程 并寻塑各校科之差异特色 在课程发展时 布定课程 施以国内产业人力需求加以规划 校定课程则是依据学校愿景 学生图像及在地产业人才需求 加以订定科教育目标及规划校定课程 并透过课程实施培育产业专业人才 以下说明新课纲校定课程的规划步骤 我们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人力需求及职场进入为基础 进而确定科教育目标 并建立科专业能力 依此规划校定科目 规划流程便经由这四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完成课程地图 学校在规划校定课程时 同时需规划所要办理的选修课程模式 包括同科单班 同科跨班 同群跨科 同校跨群 以及跨校选修五种 学生可进行跨班选修 选修后每班最低人数为12人 为了让校定课程规划能循序进行 我们利用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及学生图像对照表来进行规划 首先以学校周边产业之地图为基础 汇集出对应在地产业需求至行职业别 或参考主技处 毕业生就业流向等资料 进行人力需求分析 以海市继水产群科中心学校为例 东港海市邻近之平南区 呈现水产群产业人力需求 包含水产养殖场 水足量饭 远近海渔业捕捞 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水市所生计研究中心等 经过产业人力分析后 以此为基础 结合各校各科之现况 特色及发展规划 发展出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 因此各科会因学校周边之产业 与科之特色发展 而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目标与专业能力 最后再与学生图像加以对应 我们可以发展多个科教育目标 及专业能力 而一个科教育目标 则可对应多个科专业能力 在规划时便要考量学生基础能力的建构 选修课程的专业分流 及跨域能力的设计 基础能力如同新车的标准配备 而专业分流或跨域能力 则如同新车的选配概念 科专业能力 以转现该科之特色及专业发展 并包括知识 能力及态度 接着再将每一个科专业能力 一一与学生图像进行双向对应 对应的黑点代表该专业能力 与学生图像是高度对应 空心点则是低度对应 以水产养殖科为例 科教育目标 科专业能力 及学生图像的对照表中 科教育目标第一项 即对应科专业能力的第一项基础能力 并高对应到两项学生图像 而科教育目标的第二到五项 则对应到科专业能力的第二到五项 呈现专业分流的规划 科教育目标的第六项 是与科专业能力第六项相对照 主要是职业道德 及继续进修的态度面向 科教育目标与科专业能力的发展 需要请学校召开群课程研究会 及科教学研究会 其中科教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为 科专业科目教师 亦可邀请一班科目 及其他群科教师共同讨论 由科专业能力发展出专业科目 及实习科目 再由科专业能力及科目的对应 便可构成基础能力的科目 包括布定科目和校定科目 而分流或跨域能力的科目 就形成适性羊材的校定 跨班选秀科目 我们利用专业科目 实习科目 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 进行校定科目的规划 这张表格上面 一列是科专业能力 左边则是科目的规划 学校在科目规划后 便能和科专业能力一一对应 规划校定科目时 首先可盘点99科纲的科目 以及新科纲布定必修科目 再将各科目和科专业能力加以对应 并考量科特色课程 及对应科专业能力所需增加的科目 当发现科目无法对应到科专业能力 与科教学研究会时 即可加以讨论该科目是否删除 或单元内容加以调整 在对应科专业能力及科目打点时 请务必召开科教学研究会讨论 实行员打点代表高度对应 表示该科目中有章节名列 空心员代表低度对应 表示科目中虽没有章节名列 教师与授课仍会提起 若无对应则留空白 开设选修课程是为了不同能力的孩子 能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长科目 也就是适性洋才 依总纲规范 学校开设之选修总学分数 应答学生应休息选修学分数之1.2到1.5倍 以水产养殖科为例 专业科目、实习科目及科专业能力对照表中 可看到水职学实习与第一到三项是高对应 表示仪器操作和水职环境处理的知识与能力 和该科目是紧密连接的 科目与科专业能力表完成后 才能画出科课程地图 科课程地图可呈现所有老师们 想要培养孩子们的专业能力 而每一个专业能力要修什么科目 就可以让家长及学生清清楚楚看到 也同时让学生知道 选修课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课 所谓课程地图是将学校本位课程图示化 以呈现课程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让学生方便掌握各学期的课程选修资讯 并了解各类课程及各个科目 与哪些能力有关 以及与哪些生涯与职涯发展有关 课程地图未有致式格式之规定 只要能清楚呈现说明即可 此页课程地图是以某校水产养殖科为例 可以看出教育目标如何透过课程 来达成各科目与专业能力之关联 第三部分介绍 国教署推动新课纲相关配套措施 为使新课纲实施能够稳健与顺利 教育部在107年相关计划及预算中 建议拟定相关配套措施 完善各项法规配套 全面盘整及检视现行相关法规 新增及修订多项法规 必学校具已规划新课纲课程 第四部分与一般科目关联为和 在一般科目之开设 社会、自然科学及艺术领域 各校可依群科属性、议题融入、学生生涯发展、学校发展特色、师资调配等弹性开设 除了艺术领域是三科目则两科目开设外 其余各领域至少开设两科目 以专题试作 不同水域之莫在于组成种类 结合自然领域化学科目中的水污染与防治 海洋资源等内容 以及生物科目中的生物圈 生物间的交互作用 生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内容 让学生将跨域学习、延伸发展成为专题试作作品 在专业及实习科目的开设上 注意与一般科目学习内容的衔接性 以水产概要教学为例 其学习内容跨社会领域 学习地图、地理资讯等内容知识 培养认识地理位置 了解海洋环境及生态系统 并涵盖自然科学领域 学习水产资源等内容知识 涵养资源永续利用的情谊 除了布定科目与一般科目连结外 在开设校定科目 亦可检视专业及实习科目 与一般科目之衔接性 举例说明 以本群水产养殖科校定科目 而料生物学为例 在开设此科目时 需检视其学习内容 与自然领域生物科目 学习内容之衔接性 是否已休息过所需的知识内容 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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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t 白美妙 博 ji evac switched 门口徒西矿 找到悠西矿 说明 湄 浅 烈